嗨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Phonyphoenix 自然音标 Phonyphoenix 自然音标的课程 今天老师要为你介绍的是Vocabulary of the Day Vocabulary of the Day 也就是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到Wikipedia 到我们的wikipedia.org 围期线上摆课全书 你可以找到Fundtoday's Featured Article Fundtoday's Featured Article 那我们找到今天最注目的一个文章 我们今天要学的单字就在这个地方 The Capital Loop is a state truck line highway running through Lansing, Michiga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as commissioned on October 13, 1989 好,今天的这个文章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做进阶阅读的话 请你打下Capital Loop Capital Loop 这个单字 C-A-P-I-T-O-L L-O-O-P Capital Loop 就可以找到这个单字 好的 好的,那老师先到我们今天的老师帮你做好的线上的这个 用这个OneNote.com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好,先来看一下 OK,我们今天会用到第一个单字是Capital 第二个是Roop 第三个是State 下一个呢,是一个复合式 它是Trunk跟Line Trunk line 还有一个Highway 还有一个地名Lansing 以及Michigan 这几个单字 这我们可以用到的单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总共有七个单字 好的,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学习的课程中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五个母音 A-E-I-O-U A-E-I-O-U 同学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你先写出A-E-I-O-U 好,这五个母音 在下面我们写的是Short Vowels 在上面我们用的是Long Vowels 也就是下面是短母音 上面是长母音 我们的所有的课程都会利用这样子的模式 来做一个教学 所以我们讲的Short Vowels 就是A-E-I-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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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就念 A E I O U 以及 U 好,我们就念 A E I O U 以及 U 这我们可以看到长母音跟短母音分别各有六个 这是我们先来讲的第一个 好,那我们来先介绍我们的第一个单子叫Capital Capital Capital 好,那Capital呢,我们把它分成 我们先用Interval把它分成三个音节 所以这Capital该怎么念呢 如果你在字典中 你就会看到它写着CAP一个点 I再一个点 TOL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用Interval把这个字分成三个音节 把它拆成三个音节来念 我们讲的这个黑点呢 好,这个黑点 好,它的 它的正式名称就叫做Interval 好,或者有人称它就是Interval 好,看你怎么用都可以好 好,你,我们用Interval 好,我们用Interval把它分成三个音节之后 好,分成三个音节之后呢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音节 好,在第一个音节我们可以看到在 第一个主要的音节我们有一个主重音 也就是我们称它叫做Manstress Manstress Manstress就是我们讲的主重音 在中文我们通常称它叫做主重音 所以 一般的单字通常会 如果它有重音的话 通常 最多就是两个重音 或三个重音 好,如果两个重音就是一个是Man 通常一个叫Manstress 或者另外一个我们就叫做Secondary Stress 好,请记得 好,通常这就是我们讲的最主要的两个用法 好,那我们既然主重音在第一音节 所以在第一个音节在这Interval的这个位置 好,在主重音跟Interval 好,中间夹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称它叫做Stress Zone Stress Zone 也就是有Stress的这个区块 好,我们称它就是 好,你可以称它就是说有有重音的这个区 好,那在重音区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算它一下 它的结构是什么 像这个结构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母音加子音的结合 也是V加C的组合 好,V加C的意思就是Valve And Consular 就是母音加子音 或者我们称原音加辅音 好,那通常你如果是V加C 或者是V加C加C 在Stress Zone里面 或者我们称在这个Syllable里面的话 在这个音节里 或者我们称在这个重音的区块里是 我们如果是V加C这个组合 好,我再写一下 如果它是V加C 通常这就是一个短母音 好,那我们就要套用A的短母音 就是A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在罗母音的地方 通常我们就直接补两个亲母音进来 直接补两个亲母音进来 好像这个单字它是三个音节 三个音节只有一个重音节 所以我们看,老师看在这个地方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好,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两,后面 后面这两个单字 后面这两个单字都是若母音 好,所以我们看可以加CAP CAPITAL 我们会念CAPITAL 或者我们也可以念CAPITAL 也有人喜欢念CAPITAL 有的那些CAPITAL 有人念CAPITAL 都有人这样念 没有对语错 有看习惯为 当然美国人的话 他很喜欢把I号 也当成二来念 英国的话 他I就通常就念E了 所以有的人就 好像我记得人家念CAPITAL 念E 有的人说 我觉得他好像只是带过去念CAPITAL 也有人这样念 所以说没有对语错 两个都算对 下个单字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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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P就是套用V加V的公式 就是VAL and VAL 所以通常如果是V加V的公式 跟刚才我们讲的V加C 或V加C加C不一样的话 就是V加V的时候 后方的母音不发音 前方母音会被拉成长母音 那O的长母音通常就是O 但是少数状况下 O如果破音 可以念成U 藏物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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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有两个念法 一个是O 一个是O 或者有的时候会念U U U 老师用音式的标法 来去标 因为美式的话 你看不出 美式的若母音 U跟亲母音 U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音式的 重母音后面有两个点 亲母音没有 所以我用音式来标 比较容易看出来 我现在标的是长母音的U 所以 LOP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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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這個子音的地方把A拉成長母音 而A的長母音就是A 所以我們唸State State State 所以蠻好玩的 State State 下個單字是複合字trunk跟line trunk跟line 所以我們先來看trun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母音在的位置在U 在U的位置 之後再加母音後面的這個子音在哪呢 它是V加C加C 我們要算一個單字 它到底該怎麼發音是 都是先找到第一個母音的位置 所以第一個母音在U的地方 它就是V加C加C V加C加C的這個公式 好 好 N跟K都是子音 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它是一個V加C加C 所以它就是短母音 所以我直接寫T跟R 然後U的短母音我就寫2 那比較好玩的是 當你的結尾是NK 或者是NG 或者NC的時候 NK一定是唸NK NG就是唸N NC也是唸NK 所以很奇怪 他們都會把這個N拉長 所以两n加n就等于 所以我们这时候念 trunk 而第二个单字呢 l-i-n-e 又很简单 v加c加什么 e 母子e 所以又是后面的不念 前面的念长母音 i的长母音就是i 所以line 因为它是复合字 所以我就先念 双重音 trunk 然后再来什么 line 那当然该怎么念呢 我再画一下这个公式 trunk 二合音 line 双重音 下个单字叫highway 也是我们讲的复合字 所以h-i-g-h w-a-y 从间interpa 然后用interpa 分开来这两个音节 那记得gh有时候合起来 是不发声的 所以我们打两个xx 所以通常gh不发声 我们带一个igh10 igh10 i会自己变成长母音 老师画一个像金探号的箭头朝上 这就是叫做破音形式 破音形式 就是请念i 所以h-i-g-h 所以这样子的字 请大家来看看 所以h-i-g-h w-a-y 所以我们可以看gh我画不发声 i自己朝上念i 好 这是一个特殊发音 所以通常的igh或igh-t 通常的igh跟igh-t gh都不发声 好 像igh我们念i igh-t我们念i 好 这是它的特殊形式 好 所以我们看位呢 位比较好玩了 位比较好玩 它是什么发音呢 它是v加sv 好 什么是sv呢 什么是sv sv就是sv就是sv就是semi-valves假性母音 也就是我们讲说r-w-y r-w-y就是我们讲的最主要的三个semi-valves r-control r-control用r控制出来的母音 y-sv-valves 它的口诀是r-control y-sv-valves y可以当假性母音 还有第三个叫做w-u 有意思是r可以变成r-control y可以变成y-s-valves w就是w-u 所以请记得它可以 如果是母音valves before sv的时候 这个sv就可以套用这三个公式 有的人他常常问老师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常问老师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他说老师啊 我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你讲的r-w-y 他可以当母音用 可以当母音用 那当然就是 valves加r-w-y的时候 valves加r-w-y的时候 他们才当母音 那如果是r-w-y加valves 这就不一定了 这就 这就不一定了 r-w-y加valves就不一定 他是当母音用 但是valves加r-w-y打个勾 yes 他可以当母音使用 好 那所以我们看highway的时候 highway的时候 就套用这个r-w-y v加s-v嘛 因为valves在这个前面 所以我们y把a拉成什么 常母音 a就念a 所以这时候就念什么呢 highway highway 所以这样子合起来 所以连续两个常母音 highway 好我们看下一个lansing l-a-n-s-i-n-g 所以sing 那interpunk在第一个音节这个地方 所以stripe zone在我们第一个音节 所以它是一个v加c 所以我们就用lansing 也是一个v加c lansing 好最后一个单子michigan michigan michigan 很好玩哈 也是个地名 所以i 这边两个interpunk 所以重音在哪里 在第一个音节是stripe zone 在第一个音节 它是什么v加c加c 那刚好它这个v加c加c中的ch 合起来是二合音 它是一个digraph 好 我写在这边写个digraph digraph digraph ch 等于 所以ch合起来之后 h不发声 c发出ch 这个就是一个digraph 或者我们叫ch不发声 c破音称sh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 它就是用母子音mich 然后这时候 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i所处在的若母音节 我们再补一个sh m ish mish mish G找写 然后A也是若母音m Michigan mm으h ch 晓 m eh mi shi gend 喔 所以我们进去看 m me 所以这时候可以看出来 这个短母音 配上一个亲母音 再配上一个亲母音 以上就是今天的几个单字的发音的形式 我们做一些解释 那当然对老师单字上你有一些疑问 想请教老师 我想跟老师做个线上朋友的 来跟老师做一些线上朋友 做一些交流的 欢迎你 用G+,Google+,DeviTTINGADA Google+,DeviTTINGADA 跟老师可以传一些讯息给老师 都可以 或者你也可以写email给老师 DeviTTINGADA at gmail.com 可以写email给老师 如果你对老师教学上有些疑问 有些问题 可以跟我联络 好 老师现在把今天这个课文念最后两遍 一遍正常速度 一遍我们就是放慢 来做最后复习 好 我们先念最后一遍最慢的速度 The capital loop is a state trunk line highway running through Lansing, Michiga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as commissioned on October 13, 1989 1989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日字 谢谢观赏 对不起 我们可以写人的调整